日本决定将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 这一做法太不负责任了 但是居然有一个国家就表示支持 那就是美国 日本这次决定排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称是没有地方放储存惯了 要排放的污水量大约是100万吨 那既然美国说核废水符合安全标准 又跟日本这么要好 要打消其他国家的疑虑 有的网友觉得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 可以把这些核废水直接运到美国 去储存或是处理 现在有的超级邮轮一次性就能装几十万吨原油 改造一下只需要装几船 就能把这些核污水运到美国 而且运费也不是很贵 要是这样那可真是成人之美了 最后我还想说 太平洋不是美日两国之间的内海 不能你们俩同意就去扛别人之铠 把其他国家都给祸害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